基督徒在信主之后 可能再不会像以前那样 追求熟世的名利和社会地位 他们会追求另外一种令人羡慕的东西 就是熟灵恩赐 包括讲道 传福音 医病讲鬼 甚至讲预言 这些恩赐如果加在主耶稣所描选的使徒身上 有一些都不稀奇 不过如果能够在一个初期教会的平信徒身上 找到这么多恩赐 就一定会觉得好奇了 初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 是繁物功用的 原因可能有几个 第一 他们认为主耶稣很快就会回来 所以聚在一起生活 第二 当时有些由外地来到耶路撒冷归信主耶稣 加入教会的信徒 再加上有些当地人 因为信耶稣而被赶出家门 所以他们需要教会帮忙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主的使徒值得信任 否则其他人又怎会放心 将那么大笔钱交给他们管理呢 当信主的人数急速增加 使徒就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处理不同的事务 因而影响到他们 不能够专心去祈祷和传道 这个问题可以怎样解决呢 使徒行转六章二至四节说 十二使徒叫中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 愿是不合宜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友好明星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是 大家听了之后都表示赞成 就拣选了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肥利、百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 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 由这段记载我们看到 当时仕途已经用先进的民主方式 给大家有份参与选举 但仕途也列出恩选的标准 要有好明星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 这个标准相当高 而被选出来那七位弟兄 几乎合仕途这么高的要求 亦都是众望所归 他们接管教会的事务 这个应该就是教会产生执事制度的开始了 他们其中有两个人的事务被记载在仕途红转里面 第一个是排名第一的使提反 而第二个就是排名第二的肥利 使提反后来遭受到不相信基督的犹太人迫害 成为教会历史里头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基督徒 在使提反为主殉道之后 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到极大的迫白 除了使徒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以外 其他的门徒都分散去到不同的地方 而肥利就去到撒马尼亚城全阳基督 至于他的福音事工有没有果效呢 使道行转八章六至八节说 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肥利所行的神迹 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 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瘫痪的 驳腿的都得了医治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圣灵不单只赐给肥利有全港福音的恩赐 亦都赐给他医治赶鬼的恩赐 当肥利在撒马尼亚的事工十分成功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告诉他 他要离开撒马尼亚 向南走 经过耶路撒冷 再向着加撒的方向 然后就走通去抗野的路 肥利二话不说 立刻起程 之后就再没有回去撒马尼亚了 为什么神夫召肥利 要他向着去加撒抗野那条路走呢 原来是有一个渴慕争道的人 在那里需要他慰养 有一个埃提亚伯人 是个有大权的太监 在埃提亚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 总管银库 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现在回来 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埃提亚伯人 即是旧约时代的古实人 他们是罗亚其中一个儿子 含的后代 埃提亚伯当时的领土是靠近埃及 听说这个太监很可能是犹太的僑民 他敬拜耶和华神 所以会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朝拜 他有一本旧约圣经 而当他由耶路撒冷回去埃提亚伯的时候 正好读着伊赛亚书五十三章 第七和第八节 经文预言 尼赛亚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 为世人的罪受苦受死 由于这个太监当时还未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他不知道伊赛亚先知所指的是谁 经过肥利的讲解之后 他不单止归信了主 并且在路上一个有水的地方 要求肥利为他施洗 接着就欢欢喜喜的离开了 这个太监是帮干大鸡女王管理银库的 地位很高 权亦都很大 据闻他回去之后 就发挥影响力 使埃提亚伯人都归信主耶稣基督 至于肥利 在他完成任务之后 就被圣灵带到去亚索都传福音 一直传到该撒利亚 根据使徒行转第21章记载 当使徒保罗结束第三次宣教旅程 在回去耶路撒冷之前 曾经 来到该撒利亚 就尽了全福音的肥利家女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个执事女的一个 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 是说预言的 肥利四个女儿都说预言 可见他不单止在外面有美好的见证 在家里也有很好的榜样 令到他四个女儿都蒙福 得到讲预言的恩赐 回顾肥利的侍奉之路 我们猜测 他最初可能只是想做好自己的本分 每日将物资分配给大家 真的没有想过 后来神带领他去撒马尼亚 开展福音的事工 甚至进一步带他去到抗野的路上 引领埃提亚白太监信主 之后神就透过这个太监 将福音传到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 神竟然令到肥利 比使徒更加早体验到 主耶稣是升天之前所赐下的应许 但圣灵光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马尼亚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神亦都给肥利有很多种属灵的恩赐 装备他去达成任务 我们会不会羡慕有 那么多的属灵恩赐呢? 如果我们能够学肥利 首先忠心去做好 摆在我们眼前的侍奉 又有乐意信从神带领的心智 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体验到 神会将我们所需要的恩赐 赐给我们 感谢观看